双方是战成了二位二平 接下来是第五场 双方的第三单打之间的对决 福建队派出的是翁弘扬 广东队派出的是苏旭扬 翁弘扬是在2019年 获得了灵水大师赛的南丹冠军 就是他在国家队所取得的 个人最好的成绩 而他的对手苏旭扬 是2019年全国冠军赛 团体四强的成员 相对来讲 在整个广东队的阵容里边 苏旭扬的单打的成绩 还是比较的弱 但是也许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 就释放开了以后 当大家并不是说 非常的看好他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运动员 能够会比较释放的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如果是被寄予厚望 像刚才那场男双比赛 被大家寄予了极大的 这个期望的时候 反而容易表现得有失水准 冯红阳是1999年出生的一名球员 也是左手直拍的球员 对这些人就是这样子 产了这些人 对这些人 2020年的全国羽毛球锦标赛的单向赛 当时温宏扬是在决赛当中 是4比2的比分击败了顾俊风 比赛采用的是每局11分制 几场四胜制的比赛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直播这一场较量 现在是画面下方福建队的孟宏扬来率先发球 左手直拍的这名球员 苏绪扬的脚下还是慢了一些 他阅读对手的出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赛场球 苏绪扬的出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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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男子的比赛 特别是单打的比赛 动不动就会进入到平抽档的过程 这也是越来越多的 和这个商打的技术相互的借鉴 很漂亮的一个坐牌工房 好 起发球假动作回搓 这个球防守得很好 还是用反拍 连续两拍的这个挡网 我们看到苏绪扬也是相当的顽强 这是连续的进攻 尽管这样消耗体力很大 但是他还是很顽强 接发球假动作直接接到反拍位 两个人也是要斗智斗勇 现在压力其实在苏绪扬这边 距离第一个全运会的羽毛球团体冠军 就差一场比赛的胜利 就是对于广东队来说 当然福建队一直是数一数二的综合强队 他们历史上曾经拿过五个全运会的南团冠军 但是这个时间的跨度是非常长的 我们知道第一届全运会是1959年开始 在北京举办 但是没有团体的比赛 可是在单向赛事当中 福建队的选手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摘金夺银 然后后来从第二届全运会开始 有了团体的比赛之后 福建队就一直是属于排名前列 他们也是全运会上一届是亚军 输给了北京队 北京队也是因为林丹的退役 从81队退役之后的加盟到了北京队之后 有了比较强的一个实力 那么今年在五月份的郑州全国冠军赛 也是全运会的羽毛球赛事的选拔赛上 未免冠军北京队就没有能够进入到 决赛阶段的比赛 决定军北京队就没有能够进入 好球 现在抢攻的意识很明显 积极主动 球球的质量也不错 准备点杀 连贯前场 漂亮 宋绪扬打得非常释放 在正守卫 批对角 批直线 都有得分机会 他这样打主要还是靠突击得分 爆 走 走 扔掉 没有过往 加油 大球的一个变速变速的一个连接 这两分对于孟宏扬来说呢 他追回的这个得分的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有效率 苏绪扬他之前的领先大部分是靠自己的突击啊 虽然很漂亮 但是对于体力的消耗是比较大的 嗯 漂亮 批对角 批对角得到的第三分 他这个批对角的动作的一致性还是很好的 回敬那个正派直线 也是压反啊 打正 先批一个 批掉一个对角线 压制到了苏绪扬的反拍 然后呢 这边对于左手直拍的孟宏扬来说呢 这也是一个直线球 正派的直线球 他就在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推球啊 推的确实是没有质量 而且也没有明确 不明确啊 就是在中路上面 很容易被对手抓到 波浩阳向后的一个蹬跳步 又是半场了 波浩阳的进攻的质量很高 成功率也很高 舒续阳就不要轻易的起高球了 老是给对方这种 直接下手的机会 自己的失误 波浩阳11比8 反超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前面有一段时间 舒续阳这个比分上面的领先 还是靠他自己的进攻来打底 这段时间呢 虽然是得分领先 但是呢 自己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那波浩阳的这个打法就比较的巧 后面几分 得分效率也很高 因为一般正拍还是挺犀利的 无用的反击 杀杀王 正拍进攻很犀利啊 但是都打不死 孟慧阳对对手的这个正拍啊 已经是非常的了解了 所以他在反拍方向呢 来做这个抽党的防御 准备很充分 我们现在看 这又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一分 对苏绪阳来说 他是消耗比较大 但是最终没有拿分 虽然是先来进攻的一方 他的正拍确实还是有看点的 可是温洪阳也有相应的思想准备 真的就是这样 正拍的批植线啊 很有看点 非常的有力量 多么敬备 但不忍用 有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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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眼睛 有眼睛 又能有眼睛 他很 바랜 烈鼻炼 不要 上中路 又是没有压住 传统线出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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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整体来看苏绪扬在这么快方面的能力 无论是在强往还是在进攻方面 都是表现更好一些 可飞慢慢又追回来12比14 走 强到王口上面的高度 现场的观众现在主要就是说 队友之间的支持 男子团体的参赛的选手 还有所有的报名参加团体赛 和单向赛的运动员 哪怕今天不上场 也都在现场给队友加油 队友出界了 没有压住 最后一个出赛团体赛的选手 打到第五场 往往都是压力特别大 肩负着整个团队的一个期望和重托吧 预防 表现队5个小组赛的阶段都会成为 预防 那么今天如果再获胜的话 他们就会以完胜的战绩 获得本届全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 而对于广东队来说 他们在小组赛的阶段的比赛里 就是输给了福建队 但是由于出色的排兵不振的安排 半决赛里面 他们是击败了实力强大的江苏队 获得了今天跟福建队再次对决的机会 今天的比赛里面 普通队发挥的也很出色 目前是把比分追到2比2 这样的比分也带给他们 决胜局 决胜场的一个比赛的机会 决胜阳现在已经适应了苏旭阳 在正派对角线的这个进攻的线路 他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线路的突击 得分率在下降 然后还能够让决胜阳呢 取得一个反击的得手 刚才这个球就是抽在了死角上面 18比13 决胜阳已经领先了5分 估计一本杀追身 很突然 你看到这个抢放 抢放的效果很不错 其实羽毛球比赛 他确实是要求运动员 是非常的聪明 有下棋的棋手的这种思路 就是我要给自己来铺垫 为下一步着想 当然要有很好的体力 和协调的动作 来做铺垫和基础 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想法 你不是说我知道 这个球怎么打 但是我在场上 就是完成不了 第一局的局点出现了 温宏阳现在是领先7分 刚才这个球其实有可能会出界 可是我们看到 欧宏阳还是转身的来救球了 即便是救回来 质量也不高 其实在羽毛球里 你就可以看到 真是失之毫厘 没有一千里 勉强把这个球救回去 但是接下来真的是 很少有机会 来改变被动的局面了 也是以成龙领衔的福建队 刚才上场获胜的刘成 做了很帅的这个动作 也是给自己的队友加油 温宏阳在这场 第五场的比赛中 取得了一个 看文宏一比人领先 福建队呢向着 自己的第六个全运会的 男团冠军 又接近了一步 男团冠军 苏续阳的教练呢 也提醒他说 尽量不要起高球 因为后面达到 第一局的后半阶段 孟宏阳的这个进攻呢 就是比较舒服 小朋友配合 小朋友配合 一两种真正的受场 真正的赛场 真正的通散 真正的通散 非常非常 无论 我们来继续关注比赛 加油 第二局比赛开始 温宏阳来率先发球 回搓出现了失误 一比零 永远 之前你拍追身呢 已经是制造出来优势啊 然后呢来到前场这个铺球 有一个停顿的假动作 再铺一个穷夫的追身 出球还是非常有思路的 那么其实主要是在移动的过程里面 孟宏阳的速度还是要比苏西阳快一些 所以在整体的连贯上面 他有更多的上手机会 很可惜啊 想法不错 而且球也是能够有高点 可惜这个球没有能够 能够轮过球吧 球发到后场直接制造了下压机会 在场上能够有这么多的变化 说明孟宏阳呢 他对比赛的掌控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头脑也很冷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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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拿到了这一局的第一分 其实有的时候比赛就是顺息万变 16年以前在2005年刚才我们介绍 那个时候是广东队应该说是队伍当中人员最起整的时候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能够获得全英会的男团的冠军 整个的这个全英会的比赛就获得了五枚银牌 而这一届的全英会广东队呢 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亮眼的明星啊 他们的整个阵容里边 但是靠着全队的努力打进决赛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今天呢这个冲击的对手又是很有底蕴的福建队 广东队能够走到这个阶段呢已经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天啊 太阶 反拍直接的一抽 就是他在往前看得非常的准 现在往前的动作不到位 一个是体力方面下降 一个就是精神的注意力也在下降 所以苏续阳在这个往前是站不到 太多便宜 强行的下压 就是非常挣扎 想快一点结束这个比赛 他头顶位本来就不是优势 在第一局里边呢 这主要的得分呢 还是来自于正拍位啊 但是那些得分呢 很辛苦 靠自己的突击 而且慢慢的被对手掌握了规律以后 突击的效率也下降了 肯优练又空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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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發球想用一個假動作的變化 直接接觸了邊線 何紅陽是領先10分進入到技術間歇 沒想辦法 沒想辦法 好 兩秒 二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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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比賽 十一比一 接發球的假動作 回戳還是沒有過往啊 自己的失誤 他也在努力地去想辦法 但是現在整個 失誤率高 就是體力消耗 精力消耗都比較大的一個體現 壓力也比較大 溫紅紅陽 又是搓出了一個鬼網球 你看在場上的整個氣場的影響 對於商房球員都是有非常大的 應該說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整個氣場的這個變化有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在整個局面當中呢 是佔據著優勢 所以他可以把他自己想要的這種 技戰術都發揮出來 他的想法和落點都能夠打出來 就是怎麼打怎麼有了 慢動作的重放 慢動作的重放 斬躲了之後 球直接飛出了底線 球直接飛出了底線 真是怎麼打怎麼有 而蘇西陽這邊是怎麼打怎麼沒有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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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網也沒有成功 思路都對啊 但是就是打不出來 好球 好球 这个球呢是抢到了王口的高点 推了一个对角线 观众还是为苏续阳加油 虽然比分相差的很多 但是拿到一分就是胜利 就像他的教练刚才呢 在局修当中跟他提到的是 你自己想办法啊 不能够放弃 漂亮 又要了这个正拍的对角线 这是苏续阳比较经典的一个得分的线路 他在第一局的前半阶段 有一个得分的小高潮 就主要就是靠这个正拍的对角线 正拍位置还是 很强的这个抓脱鸡的能力 继续比赛 投袭一个后场 那球 平时正拍的突击 枪后很大 但是连续两分 苏续阳都是靠自己正拍的进攻 是依然相差 有12分的分差 郭弘阳也来 抓对方的这个推后场不到位了 同样也是正拍位 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 中文字幕 由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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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反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个反拍的挡网已经有很充分的准备了 对于苏绪阳这种下压的正拍对角的突击 或者是劈对角有很漂亮的防守 但是这个球可能是想稍微的有一个泄力的放网 挡网没有成功 哎呦 运气球 这个投顶位的直线扣杀是杀在了网袋上面形成了滚网球 谢谢 这比赛的过程很艰难 但是对于苏绪阳来说 还是要打出自己的风采 所以不轻言放弃 这就是运动家的精神 体育精神 你看到他的消耗非常的大 他一直在不停的晃啊 这就是想迅速的调整回来 抢网球 董红阳抓住机会的反击 抢网球 之前的抢网速度还是慢啊 您可以看到就是反覆的放网 还是连贯速度慢了一些 明明是自己先去强往 但是最后不得不掀起高球 就是在速度上面处于下风 带来的被动 永远的杀球 这次拿分 福建队距离自己的第六个全运会的男团冠军 还差两分了 加油 反应真快 其实这种在肩膀高度的击球 也是非常难的 这场比赛的赛点 也是团体比赛的冠军点 从实力上来讲 孟宏阳和苏续阳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主要是移动的速度方面 整个技战术 今天还是被牢牢地限制住了 广东队能够杀进到 今年的全英会的团体的决赛里边 已经是让他们感到 非常的惊喜了 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 这些年轻的小将 集体成长的一个结果 对于广东队来说 也是可喜可贺 全英会的目标主要还是 为国家队输送更多的人才 拿到了这个胜利之后 孟宏阳也是相当的兴奋 这是在团体比赛当中 帮助队友夺得冠军 这种感受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恭喜福建队 在上一届的团体比赛中 他们是输给了北京队 这一次对手又是一匹黑马 广东队 他们没有再重复 同样的经验 错误 应该说是吸取了经验教训 这样福建队是拿到了 比赛的冠军 继续延续了他们的强势的 羽毛球的成绩 这场比赛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从明天开始 将为各位带来单向的转播 观众朋友再见